最近這兩週老大有個朋友發生了一件 悲傷更悲傷的事 明明還不到40歲 已經接連兩次在捷運上被讓座啦 其中有一位小朋友還用最有禮貌的方式說 奶奶給您做 第一次他覺得可能是對方的眼睛長包皮啦 第二次他再也騙不了自己 哭著非分來找老大求助啦 又大家好我是七七老大 想要變漂亮想要變年輕 你不能總是從皮膚外面來 用最貴的保養品啊 什麼整天往醫美跑啊 忘記保養肾器的話 我告訴你抗老的效果你絕對不會太好 相反的喔 如果你透過生活上一些簡單的方式 進行養肾的話 我告訴你 你看起來直接你就會年輕 9.28歲 那麼精確 對那當然了好不好 因為喔 在中醫的這個觀念裡面 腎叫做先天之本 能夠儲存人體的精氣 它跟西醫講的腎是不太一樣的 不是去柬埔寨小黑被割掉的那一顆好不好 而是一個系統啊 它影響人體啊 範圍是非常廣的 那有比那個陳建軸的人脈廣嗎 還差不多喔 可能還要更廣一點 好不好 各種生殖喔 內分泌喔 發育系統 它全都會影響 而且啊 還跟你的皮膚細紋啊 肌肉的雙脂啊 頭髮掉落啊 等等 全都跟腎氣有關係 所以請記喔 三十歲之後 只要你願意乖乖的養肾 那你反應在身體 絕對就很健康 反應在你的外表外型 絕對就是很年輕 來吧 講那麼多 倒不如先帶大家一起做個 肾氣的自我檢查 看看你們是不是肾虛的表現 如果十個點 中四個以上 就代表你肾啊 真的快要不行啦 來第一個 頭髮容易掉落 容易少年白 再來第二個 很容易 腰痠背痛 腰膝痠軟 再來 是容易水腫 以及 常常感覺到疲憊 健忘 再來第五個 皮膚皺紋多 搬硬多 下一個 失眠夢多 你說那個 中個半死日本人 對 不是啦 是多夢的意思 再來 下一個 頭暈耳鳴 第八個 夜間頻尿 以及第九個 怕冷怕風 手腳很容易冰冷 以及最後一個叫 性欲降低啦 欸 這樣子看一下喔 好像中五六個 還中五六個對不對 真的喔 告訴你們 中越多 腎越虛 我大概有算過 你中幾個 代表這部影片 你差不多要看幾遍 好不好 印象深刻 才能夠 落實去改善啦 不過啦 大家其實也不要害怕 因為你啊 只要透過簡單的方式去養腎 其實變年輕 真的超簡單 以下九招 聽七七老大的 你只要每天做 兩周 你的盛氣就會被你補足啦 讓你年輕又漂亮 馬上開始補盛抗擾 第一招 就是每天早上要喝一杯 黑豆漿 從今天開始 拋棄那個 會讓你剉賽的 早餐店搭賓吧 你試著把他們 換成黑豆漿 你就是啊 超級超級抗擾 本草時宜有這樣說 黑豆 明目 正心 溫補 酒服 好顏色 面白不老 意思其實就是告訴你說啊 只要每天乖乖喝一杯黑豆漿 你不只 不會被老擊敗 還會變成超級白 你也罵人 對就是這樣 所以再來 補腎抗擾第二招 叫做 墊腳 醫學不是一定要男的要命 健康 也不是要超級辛苦 只要你每天願意墊墊腳 我告訴你 皮膚整個會變超年輕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們的腎筋 就是在我們的腳步 只要你願意長長的墊腳 腎筋通暢 腎氣之長 明顯就會變年輕 你們自己試試看 真的是比這個XSKII更有效 一天想辦法墊個三次 一次二十下就足夠了 好不好 是不是很簡單 真的 但凡事喔 記得要適可而止就好 上次我有一個朋友 就聽了我的建議 直接就這樣做 結果啊 他已經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除了躺著之外 他幾乎是整天都在墊腳 現在這個小腿已經變得跟這個 沙威馬的桿子上那塊肉一樣 真的是相當的 觸目驚心啦 不是錯 再來我們補聖抗老第三招叫 睡前小酌50cc的紅酒 你們不要以為喝酒 就是絕對對身體有害 錯 科學研究啊 就是告訴你說 每天少量的紅酒 是可以降低 37%慢性腎病 以及29%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機率 而且啊 你知道嗎 中醫上面有說 葡萄酒啊 它是溫性的酒類 不僅可以舒眠 暖腰腎 助顏色 它對於這個抗腦美容補血 都是有不錯的效果 而且啊 女孩子啊 很適合喝它 你不會喝到體寒啊 但是喔 你們不要一聽啊 很高興 立刻就啊 搶幾個閨蜜 今晚就來辦一個紅酒派對 喝的跟自己是一座噴泉一樣 不行喔 還說老大教的 適可而止 潛藏則止就好 好不好 再來補聖抗老第四招 就是枸杞啦 枸杞一天吃它的二三十顆 補血補氣啊 抗老美容啊 真的超厲害 這個維他命C的含量比柳丁高 抗氧化力比藍莓高 β胡蘿蔔素含量又比胡蘿蔔高 鐵的含量居然還比紅肉還高 那真的是啊 重點 而且它超級便宜啊 便宜到你想哭啊 所以真的是啊 養肾抗老啊 絕佳的神物 特別啊 跟你講 他對於皮膚的滑順 細紋的淡化 真的太厲害了 乖乖的 給他吃個兩個禮拜 你的皮膚氣色沒有變好 小黑的頭給你拿來打 當我屁事 沒有 因為這個是他本來寫說 老大的頭給你打 結果是我改稿的時候 又改成小黑的頭 你知道嗎 好啦 總而言之就是枸杞很棒啊 你們家裡想辦法擺一點 照顧自己也照顧家人 我常常說啊 其實一個女生啊 只要冰箱裡面有枸杞 她絕對就是個好女人 必娶女人 絕對適合娶回家 好不好 好啦 題外話 為什麼抗老符文的保養品 你用都沒效咧 就像這個日本人啊 加拿大人啊 他們用的叫加濕器 但是台灣人啊 用的是除濕器 你說廢話 氣候不同 用的當然也不一樣 老大告訴你 選抗老符文的保養品 一樣的道理 好嗎 日韓歐美的濕度低啊 溫度低啊 所以啊 普遍上它的保養品很滋潤啊 超級黏啊 台灣人用啊 你根本吸不進去 抗老你沒抗到 反而啊 你的這個粉飾啊 肉牙狂漲 造成皮膚的負擔 老大現在就啊 馬上來業配一下啦 強力推薦一款 抗老符文夠強 但是又不貴 號稱 緊緻小熨斗的 初體練 奇蹟逆領修虎其練 他們啊 是針對於台灣的氣候設計的 所以啊 真的完全不黏膩 你們看 這一個 藏層啊 它是一個抗老的精華油 添加高濃度的補骨子分 能夠撫平氣溫 提拉緊緻 而下層這一個透明的啊 它是啊 有機鎖水磁石 維他命B5 除皺式生態 能夠深層的去保濕補水 提升你肌膚的保護力 像這樣子使用前啊 你給它搖一搖搖一搖 就能夠加倍的去吸收 然後啊 深層的作用 動靈逆靈 再來啊 搭配的是這一罐喔 人參絲綢霜 裡面有人參 銀杏 魚心草 多種的漢方萃取 能夠進行 深層的活化 以及啊 裡面有一個東西很厲害 叫華子菇 多糖精華 類似一種喔 磷脂的成分 能夠整體的去 提亮膚色 改善蠟紅 我自己啊 基本上用完了 超過三組以上 皮膚啊 整體的抗老啊 是整個爆炸有感 比起專櫃 99%的保養品 都更好用 三十歲到五六十歲啊 都很適合 老大不會騙你 這一瓶真的可以買 現在母親節啊 買一組送一組 超級超級划算啦 再來補聖抗老的第五招 曬太陽 震啊 它是全身喔 陽氣的發源地 一天只要你曬個二十分鐘太陽 欸我告訴你 那個就跟喔 那個文西的太陽人手電筒一樣 還是可以續電的啦 那個不行 對 它那個超爛 好不好 OK來 補充維大命D 提升陽氣 補充腎氣 還能促進血液循環 像真的是啊 現在很多的上班族啊 整天坐在辦公室裡面啊 根本沒在曬太陽 所以啊 各種手腳冰人 腰痠背痛 全都是因此而造成 所以啊 盡可能的啊 趁早上或傍晚啊 出去曬個幾分鐘就夠 不然啊 正中午啊 紫外線太強烈啊 你就會被曬成心動養肉乾啊 再來補聖抗老的第六招 叫做穴道按摩 蛙泉穴加官員穴 超級抗老養顏美容 蛙泉穴在哪 講過啦 腳底板的下方啊 靠前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官員穴在哪 在肚臍的下方三吋左右 啊 官員穴真的是因為啊 已經講過太多事了 而且他很重要 基本上跟武俠小說裡面 各大門派的暗號一樣 所以各位出去好不好 你只要看到有人 官員穴的位置 稍微有一點紅 稍微有一點凹的 八卓不離十 都是七味本自己人啊 你就可以過去跟他相認起來了 說不定給他促成一段美好的因緣 官員加上泳泉啊 兩個穴道你每天給他按摩 真的是對於皮膚的粗糙啊 細紋啊 皺紋啊 白髮啊 都會有改善 還能改善腰痠背痛喔 再教你一招好不好 就是喔 你喔 按摩之前 先給他用吹風機吹一吹 那個效果更好 時間上適可而止 吹的差不多 30秒1分鐘 就可以按摩他啦 記得不要太近喔 上一次啊 小黑就是因為 沒有拿捏好 吹風機對著官員穴 直接給他高溫猛吹 直接就從毛髮的根部 開始引燃 然後上演了高鈴峰的 燃燒把火鳥 這個燙都沒有燒起來好不好 好啦 各位要注意啦 補聖抗擾第七招叫做 杜仲茶 杜仲是一種非常厲害的東西 養顏美容 其拉緊緻 撫平細紋 還能改善腰痠背痛 降三高 還能夠抗擾 簡直是比這個 王陽明他媽 這個王母娘娘 他攀陶還要厲害 好不好 所以準備 杜仲午課 然後加一些枸杞 加一些紅棗 拿去給他泡水喝 一杯 基本上不用二十塊 喝起來還乾乾甜甜的 怕中藥味的人 你也不要擔心 因為真的 算是好喝的啦 再來補聖抗擾 第八招叫做 深蹲 西醫說 深蹲是增加大腿肌肉 對不對 整個增加搞固酮 那中醫則是說 深蹲 它是能夠提升肾氣 肾緊的 兩種醫學 基本上說的是同一種事情 反正就能夠借此 達到抗擾的目的 不光是體態會變好 當你的大腿肌肉能夠韻化 腎氣能夠流通之下 整個臉看起來絕對更年輕 再來補聖抗擾的最後一招 就叫做少吃生冷寒涼的食物 十歲二十幾歲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腎氣是很足夠的 偶爾吃一點這個 生冷啊 冰水啊 絕對沒關係 但是當你到三十歲 四十歲以後 腎氣已經開始 虧虛了 內分泌啊 逐漸不足了 這個時候 你還給它 這個寒涼冰水 狂吃猛 合作用開工 它很容易啊 影響到你的腎陽腎氣啊 造成體寒的現象 那你各種的老花 鬆弛啊 甚至筋童啊 不韻啊 絕對就會發生 所以啦 為了要養生喔 為了你的漂亮的臉蛋喔 給你一張 寒涼食物的表 好不好 這些食物啊 你就是適度的少吃一些些 或者是把它丟給 你討厭的朋友吃 那就是你變美的關鍵啦 好啦 以上這九招啊 你們記起來了沒 記不住也沒關係 整套的流程 反正老大幫你們想好了 你就是喔 以後啊 早上啊 從公司外面的兩條街 就給它下車 然後呢 買一罐黑豆漿 然後墊著腳去上班 一到公司 你馬上進行一個深蹲一分鐘 起來之後再泡一杯杜仲茶 邊喝的時候邊按摩你的官員穴 開玩笑 簡直這個是喔 補腎連續劑啊 直接幫你一次補滿 perfect 太忙了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不要做到這麼over 反正就是利用空閒的時候啊 你追一個劇 這是暗暗穴道 你上班無聊了 深蹲一下 假日的時候外出曬曬太陽 反正喔 這個養生就是應該要慢慢來啦 循序漸進 讓老大用最簡單 最輕鬆的方式 持續陪你們一起變美變帥吧 喜歡的喔 訂閱分享 讓我們一起越來越好 不喜歡的喔 你打開小鈴鐺好不好 我保證下支影片 你一定會喜歡啦 掰掰